歡迎收聽《古惑仔》 今天轉個話題說一下其他東西,因為之前用了很多時間錄一些社工的故事 如果你喜歡聽的話,歡迎你訂閱或者傳給其他人,看看是否有興趣聽你的頻道 今天我們又來到星期五說一下有甚麼好東西看 其實現在都是近復活節,又或者提早暑假還是甚麼 所以本身想推介一些跟復活節相關的電影給大家看 但是因為提早暑假,再加上新聞都很灰暗 我轉一轉,我選了這套電影給大家推介一下 今天推介的電影叫做Luca 香港亦叫聖夏有晴天 它是一個故事說海裡有一隻海怪的小朋友 這個海怪可以上岸去扮演人 就說它對人類世界很好奇,然後開始探索人類世界的故事 好像很經典的橋段 但是交到Pixar這間公司手上,你就知道有些了道 因為小朋友又會覺得好看,大人亦會有它的味道 這套電影有很多感情,很多感動和衝突 裏面的一堆主角和配角,不同的組合都會找到它的感動和衝突 例如是爸爸媽媽和小朋友的衝突 朋友之間的價值觀衝突 或者是好人和壞人之間的衝突 亦都因爲這些衝突而令到有很多不同感情和感動的事情發生 那爲什麽我選這套電影有幾個不同的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比較膚淺 就是它的畫面是很美麗的 無論它裏面的大海,無論裡面的樹林,或者它的意大利小鎮 都是令到你心情很愉悅的 因爲你看的時候,畫面很美,看得很開心 第二個原因就是這套電影的節奏和氣氛很輕鬆很開心 很愉悅的 我用愉悅這個字是因爲很大的對比 如果你是一個關心社會的人 相信有時都會有種屈滿,有種很不自在的感覺 但是當你投入看這套電影的時候 你的感覺是會幾輕鬆的 你又會覺得幾抽離了本身現在社會那些東西 然後你又會看完之後是有一種舒服的感覺 那我覺得這一種的狀態都已經是很值得看 第三個原因就是Pixar的拿手好戲 看完這套電影之外,除了好看之外 你是會有一些淡淡的感覺 甚至是濃烈的感覺 是會想起很多東西的 因爲這套電影,無論你是代入小朋友的角色 代入家長的角色 又或者你代入自己的小朋友的角色 又或者你自己身體裏面 你還有一個同心的角色 你都會有很多的感受 所以這也是我推介的第三個原因 講完之後好像很廢 因爲免是劇透沒有講到劇情 或者很細節的東西 你都可以這樣的,講個信字 我介紹一套電影是看完之後 舒舒服服、開開心心 令到你心情都好一點的一套電影 講個信字,你就試來看看 Disney Plus 也有免費的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天的推介來到這裏 我們下一次就看看有什麼 和大家分享 究竟是講其他的故事 還是其他的話題 你可以留言 或者用不同的方法去聯絡我 那我們下一次的片段再見 拜拜 我們下一次的片段 來吧